扎心了,诺维斯基也会喷垃圾话,最擅长的一句是,你马上就会去中国体育场上,很多人都有喷垃圾话的习惯,尤其是在NBA的舞台上,球员几乎个个都是喷垃圾话的高手,其实很多时候,球员喷垃圾话,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素质很低,只是因为他们想通过这样的手段去积木对手,让对手失去理智。 NBA历史上有很多音喷垃圾话出名的超级巨星,例如伯德、巴克利,就连篮球之神乔丹也不例外,在现役的NBA联盟里,小牛队的诺维斯基,绝对算得上是一代巨星,他不仅为小牛夺得过总冠军,个人得分更是突破了三万分大关,成为了NBA历史第六位拿到这一辉煌成就之人。 长期以来,诺维斯基都被视为一个谦谦君子,和NBA那些粗犷的标情大哈相比,他就像是一个一类,但是大家可不要被他的外貌所迷惑。 事实上,诺维斯基也是一个经常喷垃圾话的球员,不过他喷垃圾话的方式又显得相对文明,他经常对不努力,不上进或者是表现不好的队友或者对手说的一句话,就是,你应该好好学学中文,因为你很快就会去中国打球。 很明显,在诺维斯基的眼里,表现差的球员最终的结果就是到CBA打球,很多人对诺维斯基的这句垃圾话,都有不同的理解。 有的说这反映了CBA的知名度,是一件值得中国球迷开心的事情,但是更多的人却认为,这是对CBA的一种嘲讽,言下之意就是凡是到CBA打球的NBA球员,都是在NBA混不下去之后才来的。 这虽然是事实,但是多少有些伤害中国球迷的自尊,姚明刚刚接任中国蓝鞋主席一职,可以说,现在CBA连赛到处都是问题,而这些问题也都长期的在影响着整个CBA的形象,而且这些形象目前来讲,还都是负面的。 不客气的说,诺维斯基的这句垃圾话,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打姚明的前任,信完成的脸,因此,如何尽快提高CBA在国人,甚至是全世界球迷心目中的形象是姚明的当务之急,如果有一天,NBA的球员喷垃圾话,的时候这样说你再不努力,永远没有机会打CBA,那么就是姚明最大的成功,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。 感谢观看